我是来自于上海的亚洲女权王 在2019年世界排名职业全金 在女子里面是第七的 我是最近看疫情比较严重 然后我就在休息的时间取报了一个名 然后她就分配给我去医院的工作 我就负责在核酸检测处维护一下治安 基本上是八个小时左右吧 3月15号那天 我做好了当天的志愿者本聚工作之后 然后又发现有新的搬运工工作要做 就自愿去加班了 本身就是职业运动员嘛 15个小时的工作下来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就寄信户外打拳 调整了一下心情 这也是我的职业习惯 现在我白天八点钟到医院 然后到下午三四点钟 这段时间是做志愿者的 然后再回家休息一个小时 差不多六点多的时候去拳馆练一次 然后训练结束 然后如果她晚上有需要志愿的话 我晚上再去参加晚上的合三点四月 今晚要做到四月份 在国外能用自己努力为足国 升国旗奏国歌 然后在家乡上海 更能做好一名合格的志愿者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骄傲和努力